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民党总招傅昆奇在第一时间正必欢呼 还感谢国人让他解救台湾 结果话锋一转开始提到 我没有炒股是被司法迫害 还说高宏安 柯文哲都是受害者 网友怒呛 我看懂了 这条法拿来救的不是台湾 而是你们这些政客吗 这条法拿来是在做报复吗 而众矢之地的民众党黄国昌 深夜发了两千多字长文 先跟民众党其他亲民立委道歉 也说最近造成社会纷扰很抱歉 但是他强调他并没有背弃当年太阳化精神 而真实的黄国昌 却对上百名的法律学者的声明嗤之以鼻 认定所有人都被蒙蔽 他更点名我第一件要查的 就是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在政论节目上面讲到 用手机定位分析群众一事 网友说说真的你想知道这些人群是谁 你走上街就知道了 黄国昌是在做打击政敌吗 民众党Z9吴达尾都说 其实这种技术真的很常见 蓝白联手民众忍无可忍了 青鸟行动再升级 除了力拼视线还要凭罢免吗 开始列出了罢免对象 而在青鸟行动伤最惨的会不会就是柯文哲 青鸟会不会开始吃掉民众党的小草 民进党当年流失的青年现在会不会都要回来了 民众党2026恐胖要抓上叶可膜了吗 好好讨论一下 先来欢迎今天来宾资深媒体人杨慧珍 乃玉浩 大家好 再来欢迎时事评论员宇轩 乃玉浩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杨明娇大教授林志杰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民进党台中议员永鸿哥 乃玉浩 大家好 再来欢迎是民进党立法委员洪森汉委员 乃玉浩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帅气的时事评论员朗东哥 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昨天在立法院 韩国瑜的意思锤 敲下去那一刻 吵了纷纷扰扰好几个礼拜的 蓝白版本的国会改革法案正式通过 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案 法案本身有问题 省的过程有问题 但你没有想到的是 就连在三读前的那刻 都有问题 乱到底 看一下 这些的修法完全就是一个立法院最黑暗 国民党跟民众党不敢点名表决 不敢把他们的名字秀在大大的计分板上 不敢对历史来负责 这些尊本城市正义的怪物 我们要一起打败他们 告诉大家 大家没有搞台湾不坏好 我们拥有的公共正当性 已经从根本上定义了这场斗争 就是台湾对抗卖台集团 没有正当性的一方必然失败 今天我们这场的一会 是我们台湾国民社会 对于卖台集团的正式宣战 今天不是行动的终结 而是开始 参与组织或自我组织 然后就地行动 一边等待时代召唤 或者如果当你发现时机已经成熟 请你就站出来召唤时代的来临 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就要他疼声 我们不能让台湾叫那两个人召唤 好我想问一下惠珍姐 当然啦 其实昨天三读通过了 但其实昨天在场所有的民众 其实内心都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但是大家还是选择站出来 那很多人这个很多蓝白就在笑啊 你们那么会 你们为什么不冲进去呢 你们不是最会了吗 但是其实大家昨天站在街上呢 其实就是表达一样的诉求 但统织惠珍姐 大家没有想象的是 昨天在三读最后的时候 竟然还可以错 就连郭国文就直接掉出来说 你们讲所谓的元跟新台币 没有讲清楚 罚20会变罚60万耶 另外你们在最后一课 还想要改那个文字 大家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乱得彻底吗 是 很多人会把昨天的这个 视为是台湾的民族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但我不认为是台湾民族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但我认为是台湾的国会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黑暗的程度 包括他们从头到尾黑箱之外 还有立法品质之粗糙 我觉得不管是他们的国文老师 或者是他们相关的法学老师 应该会公民老师 搞不好连公民都有教好不好 可能都会跳起来 真的是会斥责他们 怎么说呢 你都已经在最后的一个 三读的情况之下 怎么发现你的第25条的漏写了 新台币单位只有元 那根据我们现在现行法规 所规避的这个货币当中 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写新台币的话 你只用元的话 事实上它是要用新台币 三倍来计算的 那当然有人开玩笑说 你现在到底是新台币 还是人民币 如果是人民币的话 那可能还要更多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们都已经要把它变成是白子黑字 要变成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律了 既然整个立法品质出套到这个地步 其实应该也是前所未见 除了这个之外 我自己认为这件事也是非常惊人 包括什么 你看既然也是在他们的第50条 第一项至第三项 里面所有相关的一个文字里面 文件 物件 对 物件是具体的东西 档案 可不可以就说 雨萱你把你低潮的一些东西给我 我没有低潮 找李正浩拿 我没有 那个当事人不在场 可以用这样可以用得好 所以就想说 你把你的物件给我 那是完全不同概念 所以光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说 你这个立法委员的品质之粗糙 还有这个立法的一个状况 真的让人家觉得 这未来真的是我们中华民国 2300万人可以遵循的法律吗 再来 我们大家都一直搞不清楚一件事情 到底从头到尾 你负婚期在紧张什么 你负婚期在着急什么 你这负随组织的黄国昌 你一直在记什么 整个你们才刚上任也没有多久 未来的四年可以问到 黄国昌赏问期可能短一点有两年 但是你在记什么 现在有 你看你看到这一幕 答案揭晓 为什么从头到尾 大家不理解 现在终于知道了 因为复仇者来了 复仇者 复仇者是负婚期要报仇 他要报仇谁 他直接讲 他说你们这个国民党 民进党 你们政府把我之前 我是九星 九年的五星级的一个县长 对 究竟竟然用那个迫害的方式 用刑法第100条 一徒罪 把我抓去关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为了这个很公平 而且我们为了要求证 我特别把这个 这个是什么 最高法月108年的一个判决文 弄出来 这个案子就是 马中方 复昆吉林家森 违反证券交易法 好不好 证券交易法 我不知道复昆吉是李盲 还是文盲 明明就是证券交易法 他竟然可以把它讲成是刑法 一百条 这个是建交法 而且如果说有其他相关的法律 到最后判决是两年十个月 我跟你讲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案子 这个只是 而且这个案子的犯罪的时间点 是在民国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在民国99年还是89年 就是以 这里 天哪 还是很久 真的是很久以前的 跟他的一些相关 主要就是在当时 他们在吵一些其他的案子 跟借钱给他 或者是相关人 包括黄润忠等人 都已经蒙主召戒了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案子省了一二十年 你说如果是政府 要来 比如说要来胁迫你 或是恶意来 就是对你产生一个 司法相关的破坏 请问你嘴中的政府 是哪一个政府啊 他立基了国民党执政 立基了民进党执政 后来又立基了国民党执政 又立基了民进党执政 他加码说柯文哲高宏安 都是受害者 天哪 所以你现在发现 他现在把所有自己 全部都有个上方宝剑 我大立委 我批印他们 我把这个上方宝剑拿出来 调查权 什么权 什么权 这些所有人 全部都在我的批印之下 无罪 现在已经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司马昭之心都已经出来 难怪你知道 昨天在会场上 他一边在议场里面 讲这样子 其实真的是让我觉得 指路为马 厚颜无耻 心里面没有看到 这么泰哥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在里面讲成这样之后 外面所有异常人全部都炸过了 对 就像我一样 看着都不批明 在他下台 其实我们理智也知道他听不到 但是你就知道 就是想骂 就是想骂 他记得没错 就像是我看到金城 我想说好可爱 对啊 明明他听不到 但是我们也是忍不住 我讲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人民会在 你在一场内在那边鬼扯 在一场外的人 还是对着这个萤幕 还是要叫嚣 还是要把你说 我们一定要把你弄下台 因为那个已经超越了 人民的一个底线 你是被司法三审定业 而且是多案 他不是只有这个案子 他还后来变成整个 合并执行三年多 还有一个是合金的炒谷案 你可以是垒犯 这位大哥 你是垒犯 你是垒犯 如果这种其实是要加重情形 他破了台湾的国会史上第一例 你知道什么例吗 红领去鬼 山上还有立法委员 没有停止 没有剥夺他那个停止 他的那个相关的职权 他还可以在牢中做大 透过失灭 来进行相关的职权 然后当时的那个谁啊 黄国昌说他什么 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文章 可能没有印出来 黄国昌要赶快去关一关不是吗 黄国昌还帮他做那个 权贵犯罪果然不一样 2021年4月14日 黄国昌 他说什么 你付关期 2020年5月25日入监服期 2020年12月27日 移到了这个外衣间 2021年4月的时候 就提报假释 我跟你讲 要查是不是 先从这个案子查起 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人 在帮权贵 会更加伤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付关期之出来 让我对黄国昌的敌意都降低了 因为有一个 因为有一个复仇者突然出来 然后大家都认为说 对哦 真正有问题是更多 更狠 而且我跟你讲 就要把这句话要送给他 他在说谎 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他依然在说谎 你看有这么没干扰的 真的是让我真的是火都起来了 那现在大家说要怎么做 能怎么办 其实呢 其实有几个 包括可以从复决权 那复决权可以由行政院这边提 也可以由立法院这边提 那当然总统这个部分公布公布 其实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再来就是打 就是大法官司法相关的一个诉讼 就法条现在诉讼 那这个部分有进行 这个我交给雨萱 因为我一个人在 这个稍后呢 那让慧珍姐再来好好讲一下 刚刚慧珍姐你讲到也太气了吧 真的 我昨天看到的时候呢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傅昆奇站上台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毛骨手来气斯极恐 我真的觉得他终于说出他的真心话了 他满脑子想的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救台湾 他满脑子都想的是我被破坏啊 各位马上回顾一下 昨天傅昆奇在这三度通过之后 站上台说的那一段话 全国唯一的九年的五星县长傅昆奇 被民进党用刑法一百条意图判乱都已经取消了 用意图犯来办我 我不但没有委员交割 不但没有内线交易 用意图一下行情 把一个五星县长打入大牢 再次的感谢所有全国的乡亲 让傅昆奇站在这里来救台湾 我们今天要打破专制腐败的政府 我们成立民间特产组 把所有的台湾武力全部法办 让台湾重新眼光普照 属于全台湾2300万人 自由安定繁荣的新台湾 台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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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想问一下森汉委员 我以为昨天三度通过之后 是我们的父皇登基大典吗 直接宣告天下 我解救苍生 我解救台湾 我是无罪的 昨天突然来了这一段 全部人这个措手不及 我相信黄国昌也措手不及 想说我的老大怎么突然来这一段呢 但我想问一下委员的是 傅昆奇这一段话 是不是说出真心话了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做复仇吗 原来所谓的国会改革 也就是民进党认为的 国会扩权的这个法案 从头到尾都是他来打击政敌使用吗 而且昨天其实我看邱颖尹委员有一段 其实我内心是觉得很难过的 因为他推了好多年的再生医疗法 挡到现在都没有过 你真的为了苍生好 真的为了福国立民好 你好的这些民生法案不过 傅昆奇下一步是什么 启动在野特征组 要来废考间等等的 他们感觉不会善罢甘休 感觉会持续前进 其实我昨天在现场 对不起我声音还是 不会很man 像有点像 可以唱rock 超有磁性的 像赖士堡 那个 赖士堡要更沙哑一点 我其实昨天 我该起了一个开关 我其实昨天在现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是有点傻眼 那我知道场外的看到非常愤怒 群情激愤 所以群情激愤骂什么 傅昆奇骂一台 所有人都在海傅昆奇卖台 可是我自己觉得 他其实昨天那段话 其实也不是讲给外面这些人听 或一般人听的 我自己觉得 其实昨天的他这段话 真正看到会在发抖的 其实我觉得是国民党的人 其实傅昆奇这一段时间 你说国民党的人 知不知道他形象不好 他过去有各种形式上面的问题 当然都知道 可是大家就放任他 这样子恶搞乱搞 那傅昆奇也知道 他如果想要在国民党里面 真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主 现在阻碍他的 就是他过去的这些形象上面 或者他的这些前科的问题 其实这一整趴 都是 其实傅昆奇最想做的事情是 他要先成为国民党里面 真正的领导者 再成为国民党领导者以后 老共可能还会对他 有所更进一步的青睐 所以他现在在兜一个故事 其实那个故事是对党内 他的党内 他自己党内说的 也就是我所有身上的前科 所有前科身上的犯罪 都是民进党用政治理由 司法迫害 来施迫害我的 所以我今天干这些事情 其实我是带着国民党冲 我是要冲破民进党 各种大大小小破坏我的事情 其实他是在兜一个这个故事 我觉得昨天看到那一段 真正最担心的 我认为是朱立伦 是朱立伦 看起来傅昆奇 好像经过昨天那一 三独通过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扩权法案 就蓝营的支持者 尤其深蓝支持者 一定觉得你有功 你有占功 你可以占民进党 所以他身上得到了某一些深蓝 给他的光环以后 然后他再来说 大家不要看我身上 过去的这些罪 这些刑事的记录 那些都是民进党 刻意要加注在我身上的 其实他是在跟国民党内喊话 他是在跟这些国民党 过去看不起他的人 觉得你只是一个地方的王 可是他接下来 他想变台湾王 他想要有一个更大的 站到国民党这个舞台上面 甚至有人说 接下来他可能是想要选党主席 对啊 或者是有更大的企图 所以真正 其实会发抖的 其实我觉得是国民党的人 其他的人 我就看看笑笑就算 谁不知道你是 为什么入狱 谁不知道 只要你有眼睛 你会视智 你就知道他是为什么入狱 但他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 所以昨天国民党 这一整段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在展现一个东西 说我跟黄国昌联手 我们接下来会是 台湾政治的规则的制定者 接下来还在野特征组 继续冲 对 所以他说在野特征组 所以包括今天黄国昌说 他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 他要来查王毅川 所以 其实 今年二月的时候 傅庆幸就开始说 要做什么国会特征组 后来被骂就不敢说 现在法案一过了 三读 马上就跑出来 我要在野特征组 其实为什么是在野特征组 很简单 你搞这些法案 最后被人家发现 其实你只是要来 打击政敌 对 你只是要用这种所谓调查 各种手段 来打击政敌 王毅川请问现在 他有什么一官半职 他没有 他不是公务员 也不是官员 都不是 他其实现在是一个 一般平民 虽然他有党职 但是他是一般平民 但我第一个就抓一般平民 来去处理 来去调查 这整套 其实三读一过了以后 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这就是一整套 拿来打击政敌的工具 很难看 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只是他前面 有一个包装紙 那边遮掩说 我是要来查 必查什么 结果最后查的这个弊案 把自己修法过程 都变成是一个弊案 连最后 说实话 那个三读的过程 我们看到 其实就是小偷 被人赃俱获 他想要偷偷摸摸 让韩国瑜念完那一段文字 把文字给改了 他连那个 刚刚看的那张纸 都不发给大家 是民党在下面要求 你把文字发下来 每个委员都要 最后韩国瑜才 心不甘情不怨怨的 把这个东西给发下去 发下去大家一看 你为什么可以改这个 三读是不可以改 像这种实质概念的东西 你顶多加一个逗号 少一个字 你这个可以改 但是你是不可以 加这些东西的 所以你连最后三读 都用这种偷偷摸摸的 小偷的方式 最后被抓包 被人赃俱获 大家就觉得 你说这个法案 有多伟大 你为什么要用 这种方式干 其实我认为 大家都看在眼 大家都知道 这个葫芦岭 是在卖什么药 确实 委员刚刚刚说到 这个傅婚旗说 这个法案通过后 民主就会开花 我没有 我觉得是他自己 笑开的花 从而到你 那个花只有在 他的心里面 他就心花开了 刚刚提到 说这个黄国差 有点名到王毅春吗 他并没有讲到 王毅春这三个字 但是他就直接讲到了 他说 这个手机 什么监控人民这件事情 他希望束发部长 要来说清楚 这边我们来 把他讲精确一点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 这个智杰老师 老师想跟你请教 昨天其实在我们新竹市 也有一场 关于青鸟行动 其实我自己相当感动 因为他办在的地方 站前广场 是我相当熟悉的地方 那边有将近上千名的 新竹市民 也都站上街头 昨天其实你讲到 相当的感慨 甚至都几乎哽咽了 你认为说 希望你再努力一点 在国会席次 我们再扩大一点点 就不会有今天这件事情 但你刚才看到了 傅宽奇的那一段言论 你认为 他的狐狸尾巴 终究是露出来了吗 尤其现在老师 你的这个法学的这个专业 我们想问一下 很多人说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奈他们没办法了吗 接下来有走视线 但是老师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吴宗宪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民进党 一定会去做视线 但是大法官们 你们最好爱惜羽毛 这是在恐吓吗 其实青鸟都很爱惜羽毛的 因为我们知道 民主必须要有很多的守护 才能正式高飞 我觉得昨天其实在新竹 大家是很感慨的 因为从这个国会乱象的结果 会 我觉得让很多台派 对一月的选举有重新的反思 也就是说政治是非常现实的 当你在国会里 少一票就是一票 所以未来我觉得 在县市长的选举 或者下一届的立委选举 我觉得台派的团结 应该是不可避免 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他今天人数压倒性的 胜利的时候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那昨天其实让我很感动的是 新竹有很多高中生出来 昨天至少超过五位高中生上台 有人全程用台语演讲 还有全程用客家化演讲 我觉得这些都是让在地的居民 感到非常有希望 那还有一位举着一个标语 是说我是竹科工程师 但我不是小草 我想可能外界对新竹 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其实新竹是一个 非常多元的城市 所以昨天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 公民的自发性 那我也很感谢他们邀请我 所以我其实 之前有问过 我说有没有需要什么支援 可是主办单位都完全的说 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自发性 老师只要人来 能够给我们一点鼓励就好 那昨天为什么会讲到 非常感慨 因为一方面是 我看到这个民众党 跟这个国民党说 民进党你怎么敢骂我们粗糙 然后就拿出一个 考古的版本来说 你看你800年前 也没有比我们好 我就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那个 强行通过三读的 这个版本 不要说粗糙了 粗糙是指立法 技术不良 比如说斗点 据点没有弄好 我可以说这是粗糙 你这根本就是恶劣跟违宪 这怎么可以用粗糙来包装 比如说它里面几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 法律学者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出来 他叫大法官被提名人要拒结 各位知道在法院里面 拒结是什么意思吗 拒结是你当证人 所以你去作证别人的事情 你要拒结 然后你讲了谎话 你要负伪证罪的责任 可是大法官被提名人 自己就是被审查人 请问你要拒结什么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然后就如同刚刚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 他可能第一个 还有刚刚深汉委员提到 第一个他就要传一个 一般平民百姓 没有政党背景的 前面还把它包装成说 我们是不希望官员说谎 结果没有 我这边要跟证一下 他并没有说要传网易传 他说他针对于这一件事情 他认为是有意见的 他觉得速发部长 应该在直轩那时候 应该要说清楚 那当然人家说 你提到这件事 你背后见识的不就是网易传吗 过去我们看到他包装的是说 他要对官员给予比较严厉的要求 可是事实上 他是相装五件意在配够 你看他全部最重要的 都是要求私人 法人 还有机关团体来交出文件档案 还有刚刚慧珍讲到的 还在三读的时候 把这个物件改成档案 可是我觉得物件这个词也很奇怪 因为我们很少出现物件这种词 这词应该是中共 对 有点中国用语 非常奇怪 就是怎么会有物件这种概念 所以回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从头到尾 确实就如同我们看到的 他就是想成立国会特征组 也就是说 他要把过去对公务员调查的 监察院的职权 收归立法院所有 他要把司法调查一般人民的职权 收归国会所有 之后可能也要把考试院废除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以后他可能还会制定 总统副总统行为法 来规范总统负责 非常有可能 因为他现在多数 他就想说让你去实现 现在有什么是他们办不到的 对 刚刚慧珍有提到说 确实我们现在有三个 但是我讲真的 复议非常难过 因为复议的结果 也不过是让他再投一次票而已 公民复决的状况 因为门槛很高 我们18岁公民权 这么多人这么支持 最后也是没有过 当然总统不公布这件事情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真的要走这个路线的话 对总统会非常的困扰 因为我们每天的法律过 都是多如牛毛 所以从此以后 总统对于每一个法案 都要做实质违宪与否的审查 我觉得是有现实的困难度 那如果唯一的一个 我觉得可以做的恐怕是 在大法官还没有视线的时候 先给他做一个紧急的暂时处置 那我们在宪法法庭 曾经做过一次 就是在争夺子女监护权 一照是外国人 一照是我国的国民的时候 那怕这个小孩 可能就被带出去了 等等之类的 对儿童安置有紧急的需求 所以那一次 确实有做过紧急的处分 所以如果要做这个的话 我觉得倒是有机会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蓝莹跟白莹的委员 已经直接威胁大法官了 因为十月 爱惜羽毛 他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现任的大法官 你要爱惜羽毛 第二个是 未来有志于大法官的人 十月我们就要审查了 好好处理 你要好好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奇异盛名 因为他一定会极大化 扩大立法院的舞台 所以这些所谓的国会改革 其实全部都是包装 他就是垫上一个舞台 让蓝白立委 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 有极大展演的空间 极大充声量的空间 那以便于他可能在 县市长选举 或下一次的立委选举 有更多的票数 那你说人民怎么办呢 我就是要做好全面的准备 你随时要站上这个战场 那这个战场就是 捍卫民主体制的战场 所以我很同意 刚刚吴老师讲的 其实这是一个 台湾人的声音 跟台湾卖台集团之间的斗争 确实你看到 这个法案一过了 你看包括说吴宗宪 说大法官你们最好 爱惜你们的羽毛 像是傅昆奇 在讲的那些话 大家都说 他们感觉现在 都是用鼻孔在看人民了吗 那个权力 已经让他心态 整个都膨胀到极限 心态都已经飘了吗 我们先进一箱广告 稍后有更精辟的剖析 接下来这个轻鸟行动 持续升级 会有更新一波的操作 还有我们持续剖析 蓝白内心 他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就在昨天蓝白推出的 这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 国会的扩权的这个法案 正式三读通过了 但是呢 接下来就很多的 这个民进党立委 依序上台发言 黄国昌自己推的东西 自己都懶得上台发言 很多民进党立委 表达他们的不满 其中审发会就提到了 听说在你们花莲 花莲也想要提 所谓的藐视议会罪啊 你们母亲说话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花莲先议会他们提案 要他们自己的单行法规 叫做鸟式议会罪 请我们夫总招的老婆 但是买反对 这么好的法令 你们所提出来的法令 回去自己跟你的老婆 都沟通一下 多少是党哦 人杂 喂 夫总体怎么样 你卖我人杂吗 我想问一下朗东哥 朗东哥你怎么看呢 这个傅昆琪 那个时候呢 在议会啊 在院会呢 大家在做争斗的时候 记得有个很关键的画面 他当时候站在 韩国瑜的椅子上面 大家说好像父皇登基 那时候就很威风 就到昨天 他又到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吗 昨天突然来一个登基大典 就大家说 他真的说出 他真正的真心话了 结果啦 民进党立委审发会这句话 让傅昆琪大动赶火 对啊 因为傅昆琪一直力推说 国会调查权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政策 是个好东西 好东西当然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嘛 所以在花莲就无党的联盟 去跟花莲县长徐振卫去推销 傅昆琪也要推的这个 在花莲先实施嘛 看花莲是不是也要议会拥有 对行政官员的一个调查权啊 藐视议会罪啊等等 那当然徐振卫在花莲的 这个县议会里面的话 是没有同意啦 他就只有说 尊重议会的这个决定 表情看起来是有点尴尬这样 结果呢 立法委员审发会 就是拿这件事情去问傅昆琪的时候 傅昆琪就生气 说啊 人渣啊 人渣 垃圾哦 一般来讲会骂人渣呢 就是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一个事情 例如说捷运杀人案 这个凶手就是人渣 那所以说到底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呢 就两个可能嘛 第一个 这个政策本身伤天害理 第二个 他老婆本身伤天害理 那就是两个可能性 要不然就是政策烂 要不然他老婆很烂 就是这两个状况 要不然的话 叫你回去跟老婆好好沟通 为什么这么生气 为什么要这么好生气的 你一个好政策 回到家里好好沟通 还是难道说他不想回家 因为那个礼盒还没有收还 所以说呢 这个家里很乱 不想回去 家里都那么乱 你还叫我回去 你这就是人渣 什么解释都觉得非常的奇怪 但回过来讲 傅昆琪让人觉得最离谱的事情 是在于说他在立法院殿堂里面 一直说他无罪啊 然后说他是什么 什么五星级现场的等等的 这时候大家还是要复习精彩的 在2021年4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中研院的研究员 指出说权贵犯罪就是不一样 说明他这个假释的话 为什么可以提前假释 权贵犯罪果然是不一样 证明为何权贵想尽办法 到外溢间 所以认定是说 他确实是有炒股犯罪一个行为 而这个人当然不意外的 就是黄国昌 他本人就黄国昌的发文 所以黄国昌过去就是说 傅宽奇就是权贵犯罪 现在就站在罪犯的一个旁边 然后傅宽奇他刚刚也有提到 是说他讲到刑法第100条 说什么民进党过去就反刑法第100条 为什么现在可以拿意图犯来办我 我现在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件事情 过去刑法一条条 里面是没有 强暴或胁迫左手实行 红色这个字的部分 只有意图破坏国体 窃聚国土 然后就可以去判到 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后来在90年代初 1990年到1992年的时候 整个党外运动都要讲到说 要把这条加进去 要不然的话 你光是想一想 或者是说 你在家里面莫名其妙 就会被入罪 所以就加入了 你要强暴或者是胁迫 左手实行 才会符合100条 这历史脉络 而傅昆琪他所犯的是 证券交易法第155条 第1项第5款 连续或实施申报或买卖 而相对成立者 那傅昆琪的律师 在高等法院里面的话 我有看过判决 也算是有点做功课 他辩解是说 因为傅昆琪买的量 没有到很多 所以说他影响到 股市的那个%数并不高 因为这样 可是法官在最高法院的时候 就讲了是说 根据100多页的一个证据 去证明他就是有罪 所以就直接驳回了 他的上诉的这个申请 就有一堆买卖的记录 证明傅昆琪确实有买的股票 其实傅昆琪的律师也说 买的不够多 不算是意图要操控股价 不算不算 那法官就不接受嘛 然后三审的就已经定业了 这个事情也就官完出来了 只有拿这个事情 去跟刑法100条 硬要扯在一起 这是莫名其妙 那傅昆琪现在 大家还在那边讲到说 他过往以来的政绩 大家都津津乐道 就是送了很多礼品给大家 有幸福花莲 跟徐振慧的 然后这个也是个马克杯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进了他这个肖像的 学生联络部 作业本 作文部 小学生 中学生 去写一个这个作文 到底为什么要看到傅昆琪 跟徐振慧的这个脸 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跟他们学习有什么关系 学习你要去炒股吗 你干脆在这个小学生的 这个联络部上面 就是讲说 请大家这个要守法 不要做一个炒股票的这个人 最离谱的是说 为什么连名子上面 都有花莲复昆琪 你这边烧名子 那这时候 为什么还要去看到复昆琪 这意思是什么 他拿了一堆这个资源 不知道哪来这个钱 做了一堆有的没的 这个政策宣传品 但对于花莲 真正所需要的种种的建设 却把它放在后面 这次正在一震了之后 就发现是说 很多地方的一个防震检验 抗争系组是不足 政府过去都在做什么 现在这个县府的话 很多的民众会担心说 那我这个住户 要怎么样去重建 这些问题都是 复昆琪身为一个花莲立委 必须放在首位去考量 就是他想的 不是怎么去帮助 花莲的灾民灾后重建 却在国会里面 毁线乱政那边乱搞 所以最后我讲说 他们现在就在想说 这个监察院一定要废 然后黄国昌也要说 这监察院没有用等等的 你要废监察院的话 民进党过去 确实也有类似的一些 提案了 可是民进党一直觉得 要三权分立 所以之前考试院 都会一起去废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提修宪 那就大家来提 大家两个版本提出来 看哪一个能够争取 民众的一个认同 我想到最后的话 他们最后考试权不敢废 因为考试权一废 就回归到行政权 而且民进党讲了 废监察权的话 还是要回归司法体制 由法院的法官 检察官来决定 而不是由国会无限的扩权 所以光是要废考监这件事情 如果要正面对决的话 那傅昆棋跟黄国湛就尽管放马过来 刚刚老东哥讲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重点 其实这是我们 包括我也有去现场看 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花莲人 包括我自己朋友 他在花莲做旅宿 他说他其实看到傅昆棋这样 他其实觉得 他内心是充满着无奈跟痛苦的 他说我们花莲 现在很多的观光产业 是跌到谷底 之前的地震之后 都还没有做一个复苏 包括说他自己也觉得 快要撑不下去了 可是他们的立委在哪呢 花莲唯一的那个立委 在干什么呢 他在做他的国会改革法案 在告诉大家 他是被司法破坏的 我想问一下宇轩人士 是谁让这个傅昆棋 这次这么的威风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 上下趴的一个小弟吗 叫做黄国昌吗 包括说下一步要来废考监 两个人又是一样的论调 先代言来听一下 稍后让你好好论述一下 我们一定会废除监察院 而且就从今年开始 这些荣院 这些仇庸的 这些肥猫的地方 早就应该要来废除 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立国民党 以及民众党 我们一起在野党的特征组 全面的来查币 务必让阳光能够照进台湾 让专制腐败的政权 能够得到制衡 也因此台湾民众党党团 在下一个阶段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推动废除监察院 推动废除监察院 雨萱想跟你请教一下 黄国昌现在全力支持傅昆奇到底吗 傅昆奇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黄国昌昨天深夜发了 两千多字的长文 他现在先跟他们民众党 七个快乐小伙伴 其他的委员说至上歉意 让你们好多压力 他强调说 这不叫做反国会改革的集会 这叫做讨伐黄国昌的集会 他说对了 因为外面真的很多人是针对黄国昌 另外他有讲到说 很多人说当年太阳花 我是背弃太阳花精神 他说没有 我要向大家负责任的报告 我从2008年开始参与运动到现在 一路以来 我没有放弃我的承诺 我没有背弃运动 我没有背弃改革 背弃的从来都不是我 温笑雨萱就光傅昆奇 他自己提到 他自己要提这件事的 炒股的这件事情 黄国昌之前说 全櫃犯罪就是不一样 赶快关一关啦 今天人家问到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我觉得公共事务 不应该跟个人过去的记录混为一谈 他自己面对就好 变很多 哪应该是这样讲 分几个城市的时候 你第一个点就说错了 不是傅昆奇做什么黄国昌跟着干 也不是他的小弟 我逻辑错误了吗 我一直在想要傅昆奇是个大草包 他想不出这些东西来 是他跟着黄国昌干 这个逻辑才是正确的 是傅昆奇跟着黄国昌干 好 我记得了 这是第一件事 再第二件事 考肩有没有可能废 我跟我讲 这直接讲这假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你休想 过都过不了 你今天要动修仙案 那个一定要民进党同意的 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废 他们这个只是叫做 微微旧照 那旧的照是什么 就是国会改革无法 接下来得面对到的一个挑战 对不对 那再来第三件事情 我这边还是不需要 严正澄清一下 就是说可以对国民党 可以对民众党有意见 但是包括国会 的话听证权调查权 这是蔡英文在2015年 12月的时候 在她脸书推出的 人民的国会 开放国会 三个法律里面 清清楚楚写到的 那废考捐 这也是过去民进党 一直长期的目标 因为民进党希望 把五权分立改为三权分立 透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真正行使 所谓的台湾全读捷一文 也就是他们民进党党纲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是认同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人废言 因为说今天是国众两党 所以我们就说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坏的 因为我说这是第三件事情 那最后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今天现在国民众两党 面对很尴尬的处境 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 傅昆奇对不对 我跟你讲傅昆奇 现在是冤大头了 你知道什么冤大头吗 我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一下 克文哲的脸书 他怎么解释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改革 无法通过 他的解释是什么 他通篇文章 各位没有提到 国民党三个字 都是他们的 他都只讲到民众党 所以民众党做了什么 民众党多好 民众党多棒 民众党多么辛苦 流血流汗 然后终于达成他们的目标了 首先他把国民党丢包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在议场里面 为谁辛苦 为谁忙的是谁 国民党 霸占主席还是国民党 跟民众打架是国民党 乱七八糟 弄的老半天是国民党 被黄国商喷口水的是谁 是国国文 但是请问一下 你知道民众党在干嘛吗 吃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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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珊珊还在看清华城的文件 还有直播 所以辛苦的 哪里辛苦啊 就现在跟你讲说 全部不好意思 功劳都是民众党 小草们我们达到了 更狠还不值这边 你知道民众党 柯文哲说什么吗 柯文哲说 520之前 因为赖心等还没有上任 还没有行政官员 所以我们推我们想要的法案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解释国民党的吗 他说国民党 只是想要给民进党难堪而已 把国民党形容了 他扣这样一个帽子 就是你们在打政敌 我是要改革 他们是来乱的 形容跟八七一样 只有我认真 对 然后他说 但是未来 不管是司法院长 NCC 人事统一权 我基本上都会支持爱情的 国民党又被骗了 对啊 所以他又再度又把国民党给卖了 所以柯文哲在玩两手 那傅昆琪看起来很高兴 这两手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一边是 我要跟民进党政府赖心的示好 但另外一边呢 我拿国民党是要做什么 所以我刚才讲反了 因为是黄国昌把傅昆琪这个大草包 当作是54票的威胁工具 我借由国民党 然后说国民党来乱 然后来作为跟赖金泽谈判的筹码 为什么我这样讲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这包含 横冷斗那一幕 应该也讨论好几年的花东三法 应该也骂得很难听 但我跟各位讲 不好意思 我用拆了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我跟妳讲 5月10号 各位你们大家都不知道 从5月10号到5月14号 那是不是分别有两次院会 在那一段期间之内 傅昆琪已经签了 你知道他签了什么吗 他签了说 我同意不要用 特别预算条例的方式 我们用所谓的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要干嘛 回归预算法的精神 换言之 花东三法在5月14号的时候 就已经废了 已经没有这三法了 所以傅昆琪已经把国民党卖了 那国民党从头到尾 现在是不是吵了老半天 打架流血流汗的也是他们 那傅昆琪带着他们往前冲 结果现在改革无法通过 民众长说是他的 然后民众长说 但是我还要继续跟赖金的合作 所以一个骗一个呢 这只有民众长骗国民党 国民党没有骗任何人 国民党没有骗到任何人 他们就很耿直的这样做了 所以你现在还觉得 傅昆琪是老大吗 我觉得他就只是一个 凯子盘子而已 然后他现在问题是 各位来 问题来了 问题现在行政院是不是要提复议案 行政院肯定会提复议案了 那复议案到立法院之后 又要15天开始审查 就是说到底大家表决说 要不要让这个复议案通过 那所以现在黄国昌 做的东西我很明白 他叫维维就知道为什么 他去抛出一个 根本不可能的监察院 监察院是不可能动的 我给你保证 四年八年都不可能 然后借以来去保护 他的国会改革无法 但这时候请问一下 你是国民党你会怎么做 傅昆棋会怎么干 傅昆棋是不是马上又复合了 所以他是傅昆的傅 所以我们这些校皇国昌是傅水族 是不是 他是傅昆国昌的昆棋 他是傅昆棋 马上说对我们要飞经裁院 马上就在那边急急叫了 笑死人 这个不可能嘛 那我跟你讲 国民党这些人 如果再跟着他冲 我就傻了 如果是我啦 我这边提供一个解答啦 那我不觉得国民党 会真的这样干啦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要是我国民党 我就放退了 不是啦 反正你科文哲说 你要跟赖金德合作嘛 你说改革无法是你的嘛 都没有我们国民党嘛 好那我们就放退啊 就傅昆就让民进党赢啊 就直接让他通过啊 就直接打回立法院啊 那请问一下 那时候的柯文哲 不就里外不是人了 对不对 那他还要怎么样 去跟赖金德合作 那民众党要怎么样去交代 这才是一个正途嘛 甚至是你可以拿什么做条件 柯建民曾经有举例过耶 柯建民那时候 跟傅昆棋讲说什么 民生换改革耶 那你就好啊 那国民党来讨论啊 你知道怎么换法吗 今天花冬这个条例 现在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很多人都来骂 是不是胎死腹中了 那我跟你讲 如果是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呢 行政院可以提出一个规划 更详细更好的版本啊 那行政院提出版本 国民党作为法案 援助特别预算条例 再把柯文哲给杀了啊 不就这样子吗 花冬快八月就会出来 对啊 那你可以先可行性 优先的先出来啊 那你国民党可不可以作为立算 你就不用再偷过民众党了 各位我要回归到一个 最根本的概念 大家很多人都忘了 一直在跟我讲蓝白盒 少人在那边蓝白盒 1月15号的时候 黄国昌第一个 首先提出国会改革无法 1月24号韩国瑜首度回应 那个时候哪里大家怎么说 你韩国瑜干嘛配合民众党啦 这蓝绿都不要理他 拿什么翘啊 废巴洗腰 还有我们拜 还有我们考试 对觉得现在大家都忘记了 对啊 国民党现在考得很开心 最早是民众党 好不好 最早提出来是民众党 国民党提出来是改革 再来各位我跟你讲啦 我直接跟你讲下场 为什么我建议你们 最好是直接把它卖了 因为民众党现在要卖你嘛 对不对 好你跟着他去弄监察院 不会有结果 你跟着他去弄改革无法 大家继续闹 那我跟你讲 只会有一个下场是什么 各位2026快到了 2026的时候 你们蓝白全部打在一起 请问一下 这时候民众党要在干嘛 他会在你全台湾 21个县市 大幅度的提议员 然后说我们跟国民党是伙伴 我们是改革的先锋 国民党仰赖我们才有办法 国会改革的 我们要共同对抗民进党 国民党被冤大头了 我跟你讲你已经完蛋了嘛 前阵不是柯智恩跟那个谁啊 林国城还在那边讨论高雄 蓝白河啊 合个 我直接跟你讲合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今天国民党高雄的议员 什么李梅珍 陈梅洋那些的 乱七八糟 什么联盟一大堆 各式分方的分析 白桥印要下去选的时候 全部都被你们国民党的内斗内行 排挤到已经快死了 你今天还说我要拉民众党来 民众党要提几席 民众党要提几席 我跟你保证 光是国民党这些议员都瞧不容 所以你到时候自己人流失的票更多 不可能有什么蓝白河的啦 只有卢秀恩那套行得通啦 其他的地方不可能啦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这样好 只是死无一条 那我们讲蓝白继续合嘛 那继续合没关系 我说最后谁乐见你知道吗 因为原本大家其实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在讨论 柯文哲应该被抓去关吗 对啊 柯文哲借由这个 这个我们讲蓝白河的话题 跟朝野内斗纷争的话题 他已经解套了嘛 因为赖兴泽这时候再去办他 就很难看了嘛 大家就会说你是有政治性目的嘛 所以他在替自己争取时间 所以我看到一个新闻写说 柯文哲最近之前脸都苦瓜 脸最近笑得开心 当然啦 因为他重新又看到自由的光芒了 看到明天的太阳了 本来眼前都是无影照顶的 所以你现在继续合嘛 我讲那柯文哲等到2026 你国民党都等着倒台 你现在还有15 14个县市首长 如果柯文哲尬下去 柯文哲拉下去 你们继续合作下去 绝对没救 拜托一下 这个整天都在卖人的人 民进党被骗一次 2014年被骗一次就够了 就说你国民党代表被骗几次 我这搞不懂 六点协议到现在被骗几次了 所以你说傅宽奇是不是首长国民党 不是 傅宽奇我还是套用一句 金普聪跟徐晓星的话 他就是国民党的病毒嘛 趁虚而入 趁你病要你命 对 只是你知道病毒的特性是什么吗 现在连徐晓星都忘了这句话 病毒有个外壳 他有个外壳很坚硬 那里面全部都是空的 大草包就你傅宽奇 哇 去看雨萱讲到了 从后到尾啊 这个国民党都被民众党带着走 接下来呢 请大家扫描一下我们的QR Code 因为接下来我要给我们的来宾 做考试了啦 刚刚讲到黄国昌 一路带着傅宽奇到处跑 来 冲丝表测验 直笔测验 林林总总告诉大家说 现在最夯的这个冲丝表 你背熟了吗 观众朋友你背熟了吗 我也要考验一下我们现场来宾 请我们的班长我们的惠真姐 一一发下去 先稍后请大家好好来作答 等一下来看谁 冲丝表背的最熟 还有黄国昌背后 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什么鬼啦 好 刚刚在更正的广告期间呢 我们特别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呢 还有一起来考验一下 所谓的冲丝表直笔测验 现在这个所谓的冲丝表直笔测验 在网路上面超红的 因为大家都在说 黄国昌的这个所谓 各位来宾我们还在直播 这个我们先不说话哦 好 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 请您一定要扫描我们的QR Code 因为我们这场来宾 通通都疯了 他们非常精彩地在做这个答案 我们马上来颁奖 到底谁最强呢 先进广告 好 欢迎回到横横董内幕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谈到呢 在昨天啊 所谓蓝白的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了 而在背后呢 刚刚雨萱也分析到啊 从头到尾都不是傅昆琦带着黄国昌走 而是黄国昌带着傅昆琦走 确实也点心我了 黄国昌被人家问到说 这个法案从头到尾都是你提的 他说没有啦 这是国民党跟民族马一起提的 可是傅昆琦哪有时间弄这些法条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国昌老师吗 那国昌老师硬要推这个法 背后是什么 打击政敌吗 做报复吗 还是实施什么样真正他的目的呢 我们来听一下 黄国昌在他直播 已经沾沾自己的说 他第一个 第一个要处理是什么 处理的会是王毅川吗 来听一下 那这位民主进步党的高层 听说在他的个人社群上 有做一些解释 他的解释大家看不看得下去 还是认为他根本在胡扯一通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 但这件事情很严重 这件事情很严重 等到国会改革的法案告一段落的时候 总职寻见 好我想要问一下永宏议员 确实啊这个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就刚好提到说 用所谓的手机定位来分析 所谓轻尿群众 他们的这个是年龄层呢 还分布呢是怎么样 哇很多蓝白就逮到啦 说这个根本就是在监控人民 但说真的啦 不需要这些分析 是不是其实走出立法院 你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人他们的年龄分布 真的就是很年轻 但是偏偏就被黄国昌逮到啦 我把人找来问话 还说总职寻见 他这些话 从头到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字 报复吗 不是黄国昌就是要报复嘛 然后就是要鬼扯淡嘛 外面有哪些人走一圈就知道 事实上黄国昌怎么会不知道呢 大家记不记得517那天晚上 已经有年轻人 就是那天铺嘛 他们已经送医院之后 然后后来回来 外面已经围了一堆年轻人的时候 在立法院的二楼 有一个孤单的身影在那边看 大家记得吗 就是黄国昌嘛 他从那边看就知道 外面都是年轻人 后来所有的 你知道脸书上去扫一圈 然后你只要去走一圈 包括我自己也去走了两次 我和慧珍有趣 那全部都年轻人 根本不需要什么这个分析 但他现在重点是什么 他要借题发挥 就借王毅川的这个 讲这件事情 去借题发挥说 我们有被监控 然后我要找书发部的人来 奇怪了 那你干脆直接找王毅川嘛 王毅川巴不得你找他 王毅川想跟你辩论 你为什么不找他呢 因为他不敢 对 就国昌就是怕遇到王毅川 然后结果讲了也觉得很好笑 对啊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对王毅川 不乱笑场 黄国昌的状况是这样 你要看看 像现在所有的法学界 本来开始是律师界 律师界跟法学界的联署 是两件事 本来是律师界 台北律师公会 后来全国律师公会 然后现在是法学界 法学界里面联署的有多少人 有他以前的老师 有他以前的同学 对不对 然后有他包括 这个金明莲的赖宗强 包括中央研究院的苏彦涂 这是以前他的同学 包括他以前的学长 学弟同学 以前的伙伴 通通在里面 以前还帮他助选过 像他以前选台大学生会会长的时候 我刚念这些人 包括赖宗强 包括苏彦涂 包括范云 通通以前帮他助选过 但还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现在 经济部政赐曾文胜 以前的那个政赐曾文胜 大家都帮他浮选过 现在每个同学都觉得说 你到底是在撞什么 你是早前去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这样 回到就所谓的 国会扩权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想说 到底是像雷布这齣 我跟你讲 这两个唱双簧 傅昆琪脑袋是空的 他想不出这些制度上的骨气 黄国昌自己也讲 傅昆琪没弄 对啦 黄国昌知道 那黄国昌知道 他用制度的设计 去让傅昆琪能够夺权 傅昆琪当然很高兴 黄国昌没有人缘 但傅昆琪在国民党里面 有势力 有人 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整个过程下来 他们现在是杀到眼红了 你知道吗 真的杀到眼红 杀到什么眼红呢 你看你有看到韩国瑜的角色吗 你有看到朱柳 你有看到任何其他 国民党人的角色 没有耶 就看到傅昆琪在那边 哇 仿佛他是这个皇帝 已经父皇登基了 然后之后他是全的 我看有什么正义的使者 这些使者看起来 现在是傅昆琪 所以他现在傅 说真的刚刚考这个冲施表 我真的非常不爽 因为我是现场30分最低分的 那这样啦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几个制度 我真的不知道 你每一个形容 我觉得都是黄国昌啊 对不对 政治的门神 酬庸的门神 中共的门神 台大也需要他当门神啊 对不对 每个都是嘛 然后你说黄国昌 有没有俊俏的脸庞 有没有喉咙撕裂 都有嘛 所以你们要这样子考我 国昌说有就有 国昌说有就有 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版本 所以最热爱黄国昌人 分数最低就是我30分 讲回来 我要讲 除了黄国昌 除了现在有冲诗表 还有父王父 现在有父王父 父王父 我只画几个 因为有的 我是觉得 太多了 第一个回南的王者 回南就是花莲 花莲的邮称 就从回南来 回南的王者 国会的主宰 有没有 他站在韩国瑜的位置上 我从来没有看过 国会多数党 去站在自己选出的 国会立法院院长的座位上 站在上面 反正他登基了 国会的主宰 立院的剁手 哇塞 立法院整个国民党 没有别人 韩国瑜也不是立院的剁手 中共的副用 这个就不用讲了 他是中共的齐坤 婚姻的魔术师 有人可能还不知道 为什么说他婚姻魔术师 因为他跟他老婆离婚 为什么跟他老婆离婚呢 因为他老婆离婚之后 他如果去 他才可以 如果县长 立意回避 就解决掉立意回避的问题 他可以任命 他老婆说副县长 然后礼盒的收藏家 就是地震那天 他都看到 因为他礼盒太多了 所以他只好去住民宿 我摆了满地 天啊 我们现在有这个父王父 这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 白苍犬的领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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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是白苍犬的主人 因为他那时候摸摸黄国瘡 对啊 关键来了 关键来了 你知道我们刚刚看到片段 就是说他那边骂 那个审发会说 人渣 垃圾 我觉得这两次要送给你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这个回蓝的王者 你们知道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回蓝的王者是怎么造成的吗 他回蓝的王者 傅昆琦在做县长的时候 花莲的立委是谁 你们知道吗 他老婆 然后现在他老婆去做花莲的县长的时候 立委是谁 傅昆琦 然后傅昆琦要带队去中国 我这个敬见面胜习近平的时候 出发前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要拼花莲的产业 他说花莲穷到不行 要怪中央政府 花莲是你们家 十年都你们家在主宰 还要怪中央政府 所以我觉得傅昆琦的恶劣 现在是连国民党 不然这样 你就认认真去废监察院 废考试院 我完全支持 看看朱立伦怎么讲 看看马英九会怎么讲 看看金斧中会怎么讲 果然他就像病毒一样 不但搞垮国民党 还把五权宪法都要把它搞烂掉 我支持 把五权废掉 回到三权 所以刚刚这个议员讲 对了 现在傅昆琦这些话 听了最害怕的可能是国民党自己 病毒如果接下来扩散的话 病一中就会要人命 但是同时要带上公来看一句话 上公 人家说这个法 因为傅昆琦 刚刚我们所有来宾都分析说 应该没有傅昆琦起草的 他没有这个相关能力 他觉得都是黄国昌在处理的 但是黄国昌你看 人家说这是一个恶法 有上百名的法律学者出来说 这是有问题的 黄国昌对于学者的质疑 他怎么说 黄国昌对于苗博雅的质疑 他怎么说 黄国昌接受经济学人 专业记者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竟然叫人家去看网路新闻 他觉得网路新闻写的最好 我们来看一下 苗博雅散播的这些谣言 卡提诺新闻 卡提诺新闻还把它整理得蛮好的 真的 他的连署的声明我拜读过了 以前有很多都是自己在法学界的同僚 所以我话不想说的太重 我以前在法学界的朋友有听到 所以就传了讯息来给我 他说什么 他说那个声明的内容太空洞了 今天中午我利用休息的时间 我在后门接受了经济学人 外国记者的访问 民进党 他们连经济学人的外国记者 都为他们一坨拉股错误的资讯 大家先不要预测啦 说经济学人是不律有有 那经济学人如果要写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的内容是说 台湾的国会改革很可怕 那只是在砸经济学人自己的招牌 自己丢自己的脸而已 上公你看这个国昌老师 好大的口气 上百名的学者 这个内容太空洞 苗伯雅说的不可信 去看那个网路新闻 还有经济学人来这个 来采访我 我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自杂招牌 因为你们知道的都是 绿营未给你的讯息 人家专业记者采访他 他竟然在自己的直播这样讲 是先预先消毒吗 因为他也知道经济学人写出来的 恐怕不是他想听的吗 还是上公笑死 黄国昌恐怕真的是法学界最猛的那个人吗 你怎么看 经济学人的更正者 好 他真的是法学界最猛的那一个人 很猛 笑死 真的超猛 根本什么都不管就给你修个把 他真的很猛 超猛 对不对 真的很猛 猛到山徒的时候 都还要 傅庚齐都还要偷偷地递个案子 还没有 还没有 原本还没有 物件改成档案 物件跟档案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看 你如果真的很懂的话 你第一关不就不应该出错了吗 他有多刑 他有多刑 当然这条文不是说他跟翁晓琳弄的吗 对啊 你们不要一直都忘了翁晓琳的助理 翁晓琳的助理 所以不是两个法学博士 是一个法学博士跟助理 法学博士的助理 人家搞不好也是法学博士 那就不知道 但是我也不知道 当然 你现在绕来绕去讲这些 我就说一句话 黄国昌眼中有其他人吗 他就只有自己而已啊 对不对 今天才在说 他爽的时候 说我以前是跟副婚级 我现在是跟副总召 爽的时候叫柯主席 不爽的时候叫柯文哲 对不对 今天也一样啊 高兴的时候看到姚慧琳美女 不高兴的时候 欧巴桑最近好吗 他眼里从来没有看过我 对不对 所以话都是他在讲的嘛 他讲的话听听就好了 干嘛认真 跟他认真就输了呢 对不对 法案上面我们要认真啊 跟这个人认真就输了 他现在很清楚嘛 他接下来不是要说废监院 对不对 对 我很仔细看他废监院的说法 监察院只会打苍蝇 不敢打老虎 又在骂柯文哲 又是 苍蝇 因为 有啊 对啊 柯文哲变苍蝇 对啊 柯文哲变苍蝇 对 不是吧 我看好仔细耶 你看 他连 他连 党主席苍蝇 对啊 他说只敢打苍蝇 那个 只敢打苍蝇 不敢打老虎嘛 那监察院有没有打苍蝇 有 有 有没有清华城 有没有纠正 有 有嘛 对不对 你看他骂人都藏在里面 真是高啊 骂人不带脏智 对 高啊 所以他的眼中 管你什么经济学人 管你什么的 他在搞他自己的声量直播 他在管你什么经济学人 管你什么民进党 管你什么 而且最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法案里面弄成这样 黄国昌只担心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也是很担心一件事 因为 他弄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 只要谈到这个法案的事情的 他都都是别人不懂 他最懂嘛 如果说那个上百位的法律学者 空洞没内容 那我就不知道 黄国昌有没有看过 585号解释文的理由书 如果他真的有看过 那他不应该会说是空洞 因为里面很多的概念是来自于 大法官585号的解释理由书里面 不是解释文 解释理由书里面 包括法律明确化 包括人民的事情的那一个程序 包括 是否可以不做证 不做什么的那一种保护 那个人民的权利 合理的权利的保护 这都写在大法官585号解释理由书里面 这叫空洞吗 大法官的解释理由书空洞吗 没有大法官的解释 585号的解释 那你们今天在干什么 立法官员拥有调查权 辅助工具 调查权是辅助工具 不就来自于585号解释文吗 那里面很多法律学者 所引用的东西是 585号解释理由书 如果你说他们讲的都很空洞 585号你怎么会听 585号解释文在诺调查权呢 这观念很矛盾吧 而且这些法律学者空洞 我觉得我看来也没什么空洞的 一个废监察院 那个听起来不是很空洞吗 他要把我们五权宪法变四权 因为他没有要废考试院 这么没种 对 他没有要废考试院 真是没有走 所以我们如果照他的意思 我们既不是五权 不应该五权 也不是三权 因为考试院没有废 我们如果真的照他的话 我们变成四权宪法 我们也不是国外的三权 我们也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五权 照他的意思是四权 考试要维持着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有时候 他里面的想法里面 他只有他自己 你看负责文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以我为中心 我可以自己去讲话 我可以知道 武斗就不行了 他就不要武斗 因为武斗要跟别人 可能会打输 所以不要 所以我觉得 今天黄国昌所说的任何事情 我觉得就近代大法官吧 然后我也不相信 我们的大法官 经过立法院同意等等 我们大法官的素质 会比黄国昌差吗 我们台大里面的法律教授 什么联署的人 会比黄国昌差吗 南委吴宗憲直接说 请大法官爱惜羽毛 人家说是在威胁吗 在恐吓吗 因为有预算权 有预算权 大法官也要编预算 大法官的薪水也要送预算 他的意思是没有你就试试 没有你就试试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经过这一次的修法之后 其实我最恐惧的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以前费监怨 是多数民意 是偏多数民意费监怨 如果现在再去做民调 可能偏多数民众 是要维护监怨存在 否则你想一下 纠局弹劾什么全部移到立法院 然后可以纠局法官 可以弹劾法官 检察官 都可以了 以后谁敢判我 谁敢起诉我 谁敢怎么样 那是多恐怖 经过这一战以后 黄国昌要推费监怨 我觉得要做一下民调了 到底是人民 现在是支持监察院存在 还是要把监察院的职权 移到立法院去 所以他们绕了很大一圈 其实要守护五权限 对 要让这个社会 不是 被监察院是修宪案 修宪案在立法院里面 对不起 他不是过半数 如果民进党看到 蓝牌这样修法 还把监察院移过来 给这个多数 那多恐怖啊 那多恐怖啊 所以 黄国昌 任何的一个主张里面 大家去细想一件事情 如果当立法院职权法 普遍人民都认为 不宜 扩权 有违限之余的话 这样的法律 他们都毫无所畏惧的 就这样给你 撸过去的时候 各位再想一想 监察院的职权再撸过去 那真的 符合这个 傅康奇说的刑罚一百条 真的要颠覆我们国家 颠覆我们政府 我觉得 黄国昌 也没关系嘛 反正他现在就 比较衰一点嘛 民众党的年金票也不见了嘛 中间选民票也倒了嘛 也崩了嘛 大学也崩了嘛 他在新北市尾随的侯友宜 从五颗星调到四颗星 排名从前面调到 倒数第六 倒数第六不满意度 正数第三名 可能他在国会这一边 立这个法 民进党的选票萎缩 拓展性萎缩 然后回过去 要跟新北的大哥 立法院傅康奇事大哥 走到那边要跟侯友宜 侯友宜他大哥 然后这个市政满意度又往下掉 现在黄国昌 当然要积极表现他很勇敢 不然他会被这两个人拖垮 其实也不是被这两个人 他自己拖垮的 他自己拖垮 他自己拖垮的 这个黄国昌 不要小看 他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后座力 恐怕比他想象还要大 但是慧珍姐 现在网路上面 有这个Podcast的一个 大家很喜欢照样照去 叫笑死 黄国昌是康乃尔博士 怎么可能他的法律会有问题呢 文盲吗 很多人现在都很喜欢 去哭手黄国昌 但是讲到这句话 很多人就想到之前的马英九 因为现在太阳话的时候 国民党的经典台词叫 马英九是哈佛法学博士 这样一话是耶鲁博士 各大教授 抗议的你是哪根充 你们有懂吗 这些话怎么觉得都似曾相似呢 他们都卖弄他们的学士 要大家硬吞这些账吗 我们来听一下 对于场外非常多公民团体年轻人 受到民主进步党 占博的假讯息和迷惑 真正被迷惑的是 黄国昌被权力所迷惑 这几天场外的群众 坚守民主程序的意志力 所有人都看在眼底 只有黄国昌用这种方式 否定群众的智慧 有一些是他能力会有点被骗 黄国昌委员太阳化的时候 马英九就是用这种做法 现在你跟马英九同一个样子 用同一种话术 进去一种压制追求民族理念的 轻人 有何事 卉甄姐当他说 10年后真的变了好多 2014的马英九 等于现在2024的黄国昌吗 虽然人家是统统 我觉得有点抬举黄国昌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人家说你总是卖弄你的知识 卖弄你的学历 但是都要大家硬吞这些东西 尤其黄国昌在直播的时候说 经济学人的外国记者 刚刚接受我的访问 原来他们被喂的 都是民进党给的资料吗 公然的去挑战 这所谓记者的专业 人家的东西都还没看出来 你就已经先下定论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因为他看到德国之音 之前就是真的无中线那个部分 那请你定义一下 什么叫反资讯 先立法再说 所以他就知道 就说这些只要 你不要说是 取凡世界各国 所有的媒体 尤其是将经济学人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人家有一个招牌 其实是已经有经过一段时间 存在在那边的这种媒体 不会自杂招牌 人家是有非常深的一个专业度 所以才去采访你 问你的想法 所以你看到之前 我记得马英九上次 好像也是德国之声是不是 也是在采访 相信习近平 对 就是你看这个记者 不管是台湾记者 外国记者 他其实在跟你进行相关的 一个深度的采访的时候 他其实有脉络性 他从那个脉络性 其实会把你心里面 真正的话给讲出来 而这个逼出你 也不能讲逼出你 一针见血的挖出那个重点 对 就挖出你 深层里面的那种真心话 所以这就是黄国尚 为什么现在要先来开始 先来洗白 他说如果这个经济学人的记者 写的对我国尚是友好的 那这个媒体公正 赞这个媒体的人 可是他说叫他们 不要自杂招牌 对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们只要开始质疑我 你们都是被民进党为资料 那只要你写出来东西 跟我不好的 那就是你自杂招牌 所以他已经是跟傅昆琪一样 在一个 我是神 不可以抵御我 不可以质疑我 只能信仰我 崇拜我这样的角度 由上俯视所有的人 我觉得其实某一种程度上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 都有一种身心症 就是现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尤其是我认为 国会议员 你是拿人民的纳税人的钱 我是不理解 为什么在立法的同时 你不选择在那个殿堂上 对全台湾的人进行相关的说明 而是要躲在你的荧幕之后 对你的粉丝进行相关的说明 你是领我们纳税人的钱 为什么你可以在 领我们纳税人的同时 你又进行直播 我觉得韩国瑜 是不是要禁止一下 你有可能 我今天来上 很懂那幕的同时 我又拿出我的手机 在进行直播吗 当然不可能 人有职业道德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为什么 你身为国会议员 你可以不执行 你的立法委员相关职责 他们那天不在讲吗 从头到尾 黄国商针对他死一手 主导这个法案 从头到尾发言 好像只有一百九十七秒 一百九十七秒 大概只有三分十七秒 你请问一下 这个攸关全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的 未来的一个法律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用说明 你只花了三分十七秒 然后你把所有 所有所有时间 对你的粉丝 对你的一两万人 在进行相关直播 你在搞什么啊 所以我会觉得 整个黄国商他现在 其实坦白讲 十年前我在立法院里面 那个太阳化社 我看到他 我真的有觉得 我们那个中研院出来的 然后尤其是法学这个部分 你会觉得 这样很好啊 走出象牙塔 然后可以进行 我们的公民运动 跟我们年轻学子一起携手 让台湾一直往前进的方向前进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让人家动容的 一个感觉跟场景 但曾经了十年之后 我现在看到黄国商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他很像是什么 就是白选公主里面的那个后母 每天对着镜子 摩镜啊摩镜 世界上最美最俊俏的人是谁 对黄国商 黄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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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相信了 对他就沉浸 完全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 只要任何 没有跟他讲 没有附和他的人 全部都是他敌人 全部都是不合格的 然后全部都没有资格挑战他 即便人家是经济学人杂志 然后另外一个 我刚刚看到 出来反他的谁 还有谁呢 不是有一个叫苏彦图吗 苏彦图刚刚有特别提到 其实他是那时候黄国商 他在台大 选学生会会长的时候 帮他助学 你知道苏彦图 他另外一个身份是 他是大法官苏迅雄的儿子 大法官苏迅雄是写刑法总论的 这个著作者 他也是我们台湾最重要 当时他在做509号 解释的时候 把真实恶意这个部分 从国外的一个概念 引进到台湾来 让台湾现在所有的媒体记者 只要你没有恶意 你没有故意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的报导 就算可能 对人家造成一些 相关的名誉上的影响 但是只要你不是故意的 其实这种都是不乏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今天为什么你昔日 帮你要选台大学生会会长的人 今天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而这个人他的父亲 事实上是让我们台湾的一个宪法 还有我们台湾的法律精神 不断不断往前进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我之前也提过 我们那个身份证 以前大家走爱路上 大家带身份证 也是因为他们之前的大法官 做出一个视线案 说你所有侵害到人权的东西 你都要非常局限 因为人权是宪法保障 曾经何时 我们的立法委员 竟然是以所谓的改革之名 进行自飞 进行滥权 这才应该被人民给唾弃 所以大家说 现在是整个朱立伦 包括整个国民党 已经感受到说 这个黄国昌加傅昆奇 恐怕是失速列车吗 黄国昌傅昆奇说 他废监察院 结果今天最新朱立伦说 国民党是主张武权分立 现在到底是谁要听谁的 朱立伦说要五权 国昌跟傅昆奇 现在算起来是四权嘛 对不对 他说要四 是要四还是要五呢 你们要讲清楚 再来跟大家说明 不过我先带朗东哥来听一下 大家说在整个过程当中 蓝伦们都被黄国昌骗了吗 黄国昌不分区 根本没办法去罢免他 结果这些蓝伦通通都被点名了 尤其蓝伦在异常里面的一些行为 让大家觉得看不透 许晓星躲在黄国昌 黄国昌边跟黄国昌直播 立委陈雪森突然发出一些 很奇怪的声音 我们来听一下 听我刚刚在后面睡觉 因为今天真的太无聊了 今天他省的每一条都是垃圾法案 然后他们就还是要让我们 一直表决一直表决一直表决 然后呢 他们每一条都说 他们要上去讲 然后呢 什么都没讲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予修正啊 那 那请问要讲什么 好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可爱 就是说在发演的时候 突然发出哇呜哇呜哇呜的声音 然后这个陈雪森 委员他有他想要表达的诉求啦 但是我想问一下朗东哥啊 你看啊 栏尾哦 不管怎么样 他们现在一些 你看这是一个超长直播 十几个小时的直播 就被掐住这一段 大家把栏尾现在都张成一个笑柄在看 但是重点是 所有的业力感觉要在立委身上引爆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列出了栏尾名单 说要罢免他们 黄国昌躲在后面都没事 对啊 因为不分区域没有办法罢免 但是这个名义总是会需要一个出口 刚刚看到陈雪森这一段 也是不知道怎么评论啦 当然乃鱼去模仿他是蛮可爱 像陈雪森在国会殿堂里面 他这么做 就哇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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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像是我们对一个立委 应该有这个期待嘛 现在社会大众觉得说 你这个法是恶法 是扩全的这个时候 你应该用严肃的他就去看 而不是在那边哇啦哇啦 然后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就感觉像薛小卿就在那边睡觉 陈雪森他有没有拍照在那边睡着 那是不是在立院里面 就是刚睡醒 然后神志不清 然后在那边到底在干嘛 这我觉得对整个立法院的形象 当然是有影响 所以说民众都在讨论是说 后续要怎么样进行 这个罢免的这个行动 那当然啦 那有一些选区 像薛小卿大家可能觉得 他的选区的话 票数还差七八% 不容易被罢免 但现在有一个人就默默就消失了嘛 就是叶元芝啊 这样不敢讲话啦 因为他在全国知名度上面 知名度非常高 但是仇恨值一直在飙升当中 虽然他仇恨度不是最高的 可是其实会不会被罢免 必须要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本身有没有被讨厌的仇恨度 第二是他本身的这样子 跟选区的差异 选区的结构 如果他选区结构只差一点点 票数只赢一些 仇恨度又很高之后加重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说 这个活动最快 就是从新北开始 这个遍地开花 新北讲的是谁 恐怕就是叶元芝真的是要小心 在客观上面来讲 他是目前最有可能 第一波被罢免 因为草星他的这个选区结构 相对来说没有像叶元芝那么容易 大家觉得说比较紧张 对啊 如果说第一波 假设去罢免 就以言之过第二阶段 已经开始准备要投票的话 他就会鼓起一种风潮 是说这件事情有可能成功 就会有更多人 所以就去尝试 所以后续这些蓝营利误 压力非常大 但是最实质影响最大的 其实是两个人 第一个应该说有三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 原本以为没事了 就谢国良 结果基隆这个罢免行动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那个罢免的这个募款 从200多万 暴增到现在700多万 就是他瞬间在一个礼拜之内 将近讲了两倍到三倍 我昨天去到现场 已经很晚了 准备要擅长的时候 还有基隆要罢免 谢国良 团队特别跟我握手致意 所以我帮他们 稍微宣传了一下之后的话 确实是有很多 善款涌进去 所以这个对于 目前在进行的罢免 确实是有影响 剩下两个人 就是台中跟高雄 柯智恩跟江启臣 江启臣他会躲到瑞士去 讲说都不关我的事情 结果抗疫的台湾民众 如影随形在那边影响 那为什么他们要去 为什么江启臣要跑去国外去 要躲这件事 或者柯智恩在这个活动当中 也没有什么一些表态 因为他们都很害怕 接下来他们要去选六都 高雄台中的时候 那些摇摆中间的选民 会不满他们 因为这一次 最多战场戒头 很多人是第一次 发现是说对于黄国昌 有非常多的一些不满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对黄国昌直接的 就表示愤怒的时候 这些后续整个国民党的形象 已经造成彻底崩溃的形象 好我想问雨萱 你看他朗东哥讲到一个重点 大家对于黄国昌的怒气 会觉得无处可发泄 现在就有这个 所谓的评论员就评论了 说现在这些怒气 会跑到民众党身上 跑到柯文哲身上 为什么会引爆在柯文哲身上 因为是谁给黄国昌 权力当立委的 就是阿伯嘛 结果阿伯这时候 到底该挺黄国昌 还是不该挺呢 阿伯说了一句话 国昌你辛苦了 感觉还是买单下去了吗 但是现在有设计说 有了黄国昌 谁还要柯文哲 人说柯文哲的2026恐怕要进ICU 恐怕装叶克膜 你有不同想法吗 这个说法很奇怪 有了黄国昌干嘛要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2026会进ICU 不是啊 2026柯文哲会没有要选 所以如果 如果黄国昌很好 那应该他选得很好 这两句话怎么会通 怎么会通 不是这样子啦 应该是这样讲啦 现在你说黄国昌 民众党 第一个啦 民众党支持者群众 会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当然会有问题啦 因为我凭心而论 请问一下今天国民党的 自治群众会因为这个抗争 然后就跑票吗 不会觉得很暖心吗 国昌老师好拼喔 不是啦 我是国民党自己的 自治群众嘛 你不要把蓝白一直混在一起 你又被 你又被 黄国昌混在一起了嘛 蓝白分开嘛 国民党自治群众 会不会因为这样 不会跑嘛 你都觉得 反而搞不好跟黄国昌 凑在一起 他们比较生气 第二个 请问今天包围立法院的 我们要讲两万三万七万十万都可以啦 以什么人居多 年轻人啊 对啊年轻人啊 以年轻人居多嘛 真的很年轻喔 没有啦最后一天比较少啦 但是前几天 特别是二十四号年轻人最多嘛 一百五啦 那我请问一下啦 那以前年轻人是属于谁的天下 阿伯啊 民众党嘛 最高峰的时候高达将近百分之六四嘛 二十到三十九岁自霸天下嘛 自霸 他说如果投票率百分之百 他就当选总统了嘛 对对对 那结果 那我请问一下 这些上街头的人 会不会有民众党的支持者去 这才最大的问题嘛 拍共哦 这才最大的问题嘛 王毅川说没有嘛 王毅川根据这个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资料说没有嘛 那我不用资料啦 我直接跟你讲啦 年轻人这么多 一定是有民众党的人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柯文哲会不会担心 当然会啊 这会造成冲击一个影响了嘛 因为这是他的本命区嘛 这等于是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 人家的地基 会不会通常又回流民进党啊 不是 只会回流民进党 乃云嘉姐讲到一个重点嘛 年轻人不会跑到国民党去啦 他们怎么样都不会跑到国民党去啊 他们选举了说 我宁愿投赖金得也不要投我友谊啊 他们是这种人啊 所以我说国民党不用担心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 本来就不是你的 不是 没有得到就不会有失去的概念 没有在一起过就不会分手啦 对 现在怎么 有点 不是啦 所以我跟你讲啦 民众党2026反而要担心嘛 但我平心而论 真正更该担心的 其实不是民众党是国民党啦 因为民众党 我还是维持我原本一概论调 我这个人的论调是一次的啦 就是 世家人无 我帮给塞舞嘛 那因为他当选不了的对不对 那他其实可不可以害你国民党都选了 可以啊 对对对 到处给你 搅屎棍 安家二搅屎棍 对不对 那限制之后我都给你 天地开花啊 就是 本来蓝跟白的总数是六成 那现在已经被这个害掉可能只能五成五了 可能只能五成三了 对不对 然后损失的是民众党的 因为国民党 nothing to lose 好不好 就是年轻人年轻界的loser 对 对他就是年轻界的视频物 所以他无所谓 这时候你民众还在票 然后跳被派到这票又在掉 然后又给你在那边打迪赛 全部都给你打 所以这才最大的问题嘛 那其实 今天民进党的策略很清楚 为什么要猛打黄国昌 因为蓝白河之于新北市 这是唯一的胜利方程式嘛 对不对 其他人我已经消遣太多遍 我今天就不赘述了 就国民党没有人嘛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下 只要把黄国昌弄垮 因为新北市一个贪头宝 拿下新北市 那至于民进党来讲 等于他全台湾就胜了 等于是2028的胜利 就垫了一个基石了 所以黄国昌变成一个 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我现在反过头来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我反而问国民党 什么时候国民党 新北市拿不出人 还得要看黄国昌 仰赖黄国昌 拜托一下 争气一点好不好 确实要顾知 宇轩的宇宙欣常来讲一下 但是刚刚宇轩也讲到一个点 说蓝白河 其实在新北这边 是行不通的 倒是在台中 大家觉得台中倒是有可能 另外我们稍后要来看一下民调 关于这一波所谓的国会改革 硬这样子推过去 真的对于民意都没有影响吗 国民党才当没几个月的 国会最大党 马上就忘记 民意才是最重要的吗 先进广告稍后继续爬梳 好我想要问一下永宏议员 刚刚宇轩分析了很多 认为说黄国昌现在这么拼 当然为了就是说 在新北可以蓝白河 但他点到个重点 他认为在台中的蓝白河 才真的成功 还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 柯文哲跑去台中 因为他们家卖玉珍 做街牌的典礼 卢秀燕也去了 感觉气氛之好 但是说到台中的立委们 所谓的罗廷伟 有一张照片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他是国民党 我看他也很冲 我一直在那边呛柯建民 就没想到他当年反服貌 人家说这个在台中 目前的这个氛围是如何呢 所谓的蓝白在那边 真的是可以遍地开花 真的是会在茁壮了吗 你怎么看 我跟你讲 我今天中午刚好有一个节目 跟在正好那边 他们都说台中三帅 怎么三帅呢 我觉得台中三傻 就罗廷伟 廖伟祥跟黄建豪 为什么说他们三个是三傻 你们去看 国民党那些有经验的立委 其实都没有冲在前面 包括发言也好 包括打架也好 我都看到这几个 你们台中的 其实都在对 不只啦 刘许婷啊 年轻的都冲前面 都是新科的 为什么 第一个 真的很傻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大场面 很嗨你知道 落邪啦 很嗨 然后觉得我可以直播 讲这话有记者来问我 很嗨 你知道乡下人进到大观点都这样 很嗨喔 然后有经验 你看他们第一个 讲话都比较保守 我说国民党的有经验的 你看这些这个 不要说做几十年的啦 只要有做过立委的 讲话都比较保守 第二个也没有在 冲突的时候也没有在跟人家拉扯 有没有都是新科的 我说你们这几个就三傻 全国有好几傻 傻什么傻 因为制造仇恨值 就是制造自己被罢免的机会 你看看聪明的是谁 像这个江启臣 闪得很远耶好不好 你有看过他在讲话吗 一样都是台中 一样都是台中立委 状态很不一样 这个就是内行的 你知道我制造仇恨值 罢免是什么 我告诉你 罢免是你被罢了之后 不但你补选不能选 你下一次选举也不能选 那你就没有了啦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台中三傻 因为有好几个 因为已经有网友列出来说 得票率比较接近了嘛 廖伟翔 比较近 廖伟翔 叶元支 你看叶元支 他才赢一点多% 甚至捡到的 而且那时候是有蓝绿 对不起有蓝白盒 换句话说 没有了蓝白盒 没有蓝绿对抗的 这个氛围之下 纯粹只是说 我要罢免这个人 那也不是蓝绿对抗的时候 我告诉你他们都很危险 现在听说还有一个叫敲罗行动 要罢免罗廷伟 那特别讲他是因为 这个我们地方 事实上他们现在有一个民间 年轻人已经在弄一个群组 就是要罢罗行动群组 但我有被人家邀请 但我一直没有加入 我想说我总是现任议员 我加入 就让民间 所以我一直没有加入 对 你看这个是过去罗廷伟 我说真的 过去罗廷伟 这个在什么 太阳花时代 他要去蹭太阳花 他们家以前卖牛肉面 小罗老罗牛肉面 他说支持福帽牛肉面半价 支持反福帽 他说不要大汉 那时候他要蹭太阳花的 好 然后林嘉隆当市长的时候 他那时候当里长 他一直去蹭着林嘉隆 真的喔 那时候蹭到林嘉隆还说 那个青年议会的议长要给他做 然后后来为了选举 因为那边没有空间就去选 就加入了国民党 整天开始骂林嘉隆 我都觉得这种人 说真的啦 很投机很取巧 但是你在投机取巧 这次就是成为三傻 为什么 廖伟祥也成为三傻 不是说你 不 你们真的就是傻 就是傻嘛 你看那个有经验的都在旁边 然后不讲这些刺激的话 然后你们这些没有经验的 没见过大场面的 去讲得很嗨 很开心 还动手的 等着被告吧 等着被罢免吧 而且我现在知道像这个 他们三傻的那样罢免的是 他们地方很多人是直接跟里长讲说 比如罗廷伟的里长 刚才讲说 我连你一起罢免 你说里长怕不怕 里长当然怕 开玩笑 他们这个能当选 就是要靠 跟他的条件有关 我连你这个里长一起罢免 里长会想说开玩笑 我说里长 你这个被罢免的人不能在同一区 四年内不能在同一区 选同一个职位 那你还可以跳别区选 可能你还可以选议员 里长是最基层的 我不可能跳去别里选 现在直接说我连里长一起罢 这为什么最近 他这个区很多里长开始出来 在跟大家说明 我这一年当选 这一年多我做了什么东西 金典嘛 所以我真的讲 这三傻其实不止 然后很多人一直在加柴火 你看徐巧兴在讲说 如果民进党 你罢我一个 我罢你五个 你罢我五个 我罢你十个 这个数学很奇怪 第一个是一乘五 第二个变成是五乘二 这是什么数列位 应该是我罢你五个 我就罢你二十五个才对 他不会算了 我觉得这样 他要搞罢免大战 就直接国民党有种一点 你就直接抵讨阁 然后大家解散 国会全部重选 还要搞什么 大家全面来罢免 那徐巧兴讲这就是 他在安全区 他在安全区 他跟罗志强 那个选区是 你放一颗西瓜在那边写 傅昆琪都会当选 我没有说傅昆琪是西瓜 我只说放一颗西瓜 那边写傅 也会当选 好不好 但是你看其他这些 比如说叶元芝 现在脸就很绿了 你说 要罢免它容不容易 很容易 因为现在 第一个仇恨值超高 第二个罢免是这样 罢免不过 是不能再提 好像是这个 有一定的时间内不能再提 不过重点是这样 当你被罢免一次之后 你的负面是很大的 你看黄国昌那时候被罢免 虽然没有过 可是他是不是就不敢 再继续细子再选 所以这些人是很惊 你们要继续当 三傻 四傻 五傻 当然你们就继续当下去 然后就等着看 你们就被罢免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采威 采威你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 包括说美丽岛说 在国民党的部分 好感度正面评价是下降了3 那负面评价是上升了7.6 那现在同时有很多的 这个国民党立委被点名说 可能想要罢免嘛 对不对 但是你看喔 像包括说叶元芝等人 这个话都讲得很小声 但是巧兴就讲很大声 巧兴说要罢免就来啊 他原文就来啊 你罢免我一个 我罢你五个 你罢我五个 我罢你十个 我呛的很大声 但是他自己这个 他自己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别人不一定 你看图全奇 叶元芝 丁学忠 邮昊等人他们当初都选得很辛苦 如果国民党有很多立委说 不要引发这种仇恨罢免的话 巧兴又为何要说这些话 我觉得那跟每个人性格有关系 巧兴也不是今天这样子 这种比较充的性格 他从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管我觉得 他在什么样的职位 他自己的个性就是他自己的个性 他也从来没有在说 可是他这个会殃及无辜 他说你就来罢 我觉得跟 第一个说还会说谢国良 你知道吗 我觉得跟他讲什么话 其实跟你说会不会殃及无辜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什么大关系 我觉得今天民进党的氛围就是这样子 不管说是谢国良或是其他人 今天是巧兴讲这句话 然后大家才突然说要罢免 其实也不是 其实是民进党 还有包含民进党支持者 就先说他们要开始罢免 而且事实上罢免谢国良 那是在更之前的事情了 所以其实无关巧兴讲什么话 但是我觉得如果都要去做这种仇恨性的罢免的话 第一真的是劳民伤财 第二真的是也很没有意义 当时高雄在罢免黄杰的时候 这个现任的委员许志杰 民进党的立委他说什么 他说希望不要继续玩这种暴富性的罢免 但结果现在是民进党自己要开始玩这个暴富性的罢免 当然在国民党的情绪当然也会说 那你要罢免我 我就罢免你 当然你知道有情绪上一定都会讲这种话 那比如说像吴思瑶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好被罢免的人呢 也是嘛 那我们是不是要提出罢免呢 不可会言的是这一波行动 你确实有没有感觉到说 这些栏尾吸到了不少仇恨值 我觉得在不管每一波行动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 一定都会吸到仇恨值 一定都会有的 的确你说国民党立委在这一波 有没有吸到一些仇恨值 一定有嘛 不还不管是我又或者是其他议员 一定也都有的 像我刚刚就有在看说什么 那个网友就说什么 要谴责我 因为我公然 就是国民党公然去介入社会运动 我觉得真的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他们在讲的是 我礼拜五去现场 然后有被骂的一个 有台的那个专访 对 那个其实是 那个节目邀请我到现场当来宾 那现场的当然就有一些叫嚣 那我觉得只是比较遗憾的 是他们刻意用大声 想要来压制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撇除这个不管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在一个 情绪上头的一个氛围 那在情绪上头的状况之下 其实不管是国民党立委 还是民进党立委 当然都会有一些狠狠的话讲出来 那如果说继续玩这种罢免的话 那如果要罢免一个的话 你要罢免我一个 我罢免你一个的话 那这样全台湾罢免不了了 你北中你都可以点得出名字 要被罢免的 包括台北吴思瑶 他就是第一个最容易被罢免的 那其他地方没有吗 也是有 仇恨级也是一样高 那只是说包含我们在现场 我们不愿意去动员任何人 而且甚至是刻意地去 克制这些支持者的情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到之后 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克制这一些 所谓的暴富性罢免活动 因为这样子很没有意义 那吸的仇恨级我觉得 劳民伤财的 对 我觉得劳民伤财的 那吸仇恨级我觉得本来就是 政治人物要去承担的嘛 如果你不要吸仇恨级 那我觉得就不要当政治人物 那就是你不敢进厨房嘛 就是怕厨房热嘛 我觉得这个吸仇恨级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啦 好 在这边我也想要表明一下 包括说采薇其实当天 有接受这个友台的访问 在现场遭到现场民众叫嚣 其实我个人不太认为这样 这个行为是不太对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担任媒体 我觉得媒体在现场采访 我们是有我们的工作权的 希望大家尊重在场任何立场 你觉得是怎么样立场的媒体 你应该要尊重他们的工作 包括采薇到现场 他也只是接受访问 大家应该要更去尊重 用最平和的方式 去表达你的诉求 这样子你的声音 才能传到真正的一温层 不然就都只是同温层一 请大家尊重一下媒体工作权 好 我们先进一项广告 稍后我们继续来分析 稍后我要问一下 我们在场来宾呢 哦 阿伯现在人家说了 2026准备要进到这个 急诊室了 准备要夜客膜了 为什么 因为黄国称这样一搞 民众党的小草 通通都变回头草 民众党的小草 都被青鸟吃掉了 先进广告 好 我想问一下上工 现在很多的栏尾都被点名啊 你看啊 像是叶远之 因为票数比较接近 现在就被点名了 叶远之当然来说 我是教育委员会的呢 当然但是他人人自为啊 当初选得那么辛苦 如果现在被强攻怎么办 除了国民党现在要遭殃之外 民众党恐怕也要遭受重创吗 你看 街上全部都是年轻人 这些人可能会是过去的小草 上工怎么看 什么教育委员会 那委员会他没有审查 他没有举手表决 他就说一开始不是他 就是在撕他 结果有他就 他不是主谋 一开始不是他 结果有他就 然后他还说要去找吴忠仙 结果有他就好了 这有一件事啊 当然啦 我觉得罢免来罢免去了 5月17号不是冲突的第一天 不是冲突的第一天 冲突的第一天 那一天院会 徐宇珍提了一个选举罢免法的修正案复委 已经完成一读交付委员会审查 我觉得现在这一些要被罢免 页元支这些人可能看到黄国昌的时候 现在开始 对黄国昌尊敬的程度应该是要提高 这样一定要提高 因为要不要被罢免 徐宇珍这个案子跟罢免还有八个月 那徐宇珍的案子提出来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 你未满一年不得提 不得提罢免之提议跟联署 这个就以前争议就是韩国瑜 那时候还没满一年就先跑 第二个是 他把罢免的门槛修得很高 同意票数要超过被罢免人当选票数 还符合当选票数 如果你超过的话 大概四分之一没有问题了 我问你 现在国民党单独能修过这个法案吗 不行 国民党一定希望这个法案 像页元支 需不希望这个法案赶快修 现在看到黄国昌要低头 小大哥 大哥没有你不行 他真的没有你不行 现在变成 没有你不行 没有你不行 因为蓝白要再过半年压一次 这个法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不然就只有一件事 请那八个人不要表态 至少54比52我们还会赢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又知道 这些立委看到黄国昌 又要视为昌审 如果你不帮我们忙 那麻烦你们也不要投票 那国民党赢就好 国民党赢就好 53比52嘛 因为扣一个主席嘛 那就不要吐嘴 两个人没到 那就刮好了 所以一定现阶段 又要看黄国昌脸色 那你就看到这里面 当然我也不想讲 被罢免的 有很多人是倒来倒去 投机派的 那一定要去拜托黄国昌 现在看到 像黄国昌走进国民党里面 真的是神 Superstar 你这个法案要不要过 能不能过 又要回过头来看我脸色 我有八票 对 然后他已经忘记了 这个法案是他搞成这样 让大家一起受害的 他绝对会忘记 他绝对会忘记 他一定又要享受那种 你看国民党又来拜托我 又来听我的 对 他又要来听我的 所以你说现阶段 大家在那边罢免来罢免去 我觉得第一阶段 国民党一定会让这个案子 要让他过的 对不对 4月15号到5月17号开始 也不过一个月 而且一趴而已 对不对 而且他只有两个条文而已 只有两个条文而已 如果避免这一次重演 两个条文 来我们广泛讨论 两个人以后停止讨论 组条的时候 三个人讲完停止讨论 然后表决送宴会 也不会很慢 就因为他只有两个条文 不会很慢 所以你说现在罢免来罢免去 当然我最终先看这个法案 国民党跟黄国昌 他们是不是又合作 把这个案子录过去以后 录过去以后 我跟你讲 每一个国民党的立委 都很安心了 确实感觉黄国昌 接下来国民党还很需要他 因为他有8票 接下来这些立委要自保 需要黄国昌保护他 黄国昌变成那个保护服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稍后继续讨论 卉生姐你怎么看啦 现场排出了好多立委的名字 大家那个贴贴子 哇 好多个立委 被添到脸都不见了 那个风火连贴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贴贴子我看了之后 到底哪有巧心 我没有看到巧心的 没有 因为他被贴住了 对 而且听说好几页 大家是保护巧心 因为贴到不见 人家就不会贴了 对 贴了好几页了 然后现在事实上我刚刚看 巧心不是也是回嗆吗 就是说你爸我们五个 我们爸你十个什么的 这样之类的 我觉得巧心其实 她这样的机力回嗆 只是会让月圆兹更害怕说 你自己不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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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初月圆兹 为了徐巧心在电视怎么辩护 帮她辩护了 然后夜圆兹现在 已经可以再切割 你被自行切割 说刚刚那个 我是教育委员会 我跟你讲 刚那个不要被 黄国桑给绑架 夜圆兹你要自救 你要人家行政院提出 布议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那一天 尿盾 尿盾 对 不同了 没有 那一天就说 我家的狗狗生病了 或者是说坐月子 他现在都说他是教育委员会的 所以法治委员会 性不关他的事 而且他还告诉你 不怕你不知道是谁 他说那个吴忠贤 越不分区安全 对对对 他是那个吴忠贤 吴忠贤是始作严重 明天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拜拜 全台绝无仅有 政论妇女党 上公 上一波 好 可在我心里的 忘记了 所有的小巧要七点半上班 林桃给五七点半 给你清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正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盘 网路播放量 突破两千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 奶粉消极力 周一到周五 下午两点到四点 陪奶鱼 奶球 一起抖起来 什么 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 友善字幕版 跟你一起来